你最近对什么样提出一个质疑 他说现在台湾有第五重队 他每天都在那边为言耸听 那我想说第五重队开始 我要针对这些灰色地带 我要进行监控 今天我们大家想说 你干嘛要监控 难道你现在要针对台湾 现在的陆配进行监控吗 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些陆配有问题 你游走 就不要让他们进来啊 老杰我先跟大家讲 因为这个沈博洋所提的那一个方案 我看不太懂 我会找机会再好好问他 他提什么方案 他的意思是说呢 我们现在目前两岸 已经非常紧张了 所以一旦如果真的 万一开战的话 那台湾有第五重队 他会破坏我们的基础设施 他可能会做一些 对不对 可能就是斩首行动 他会离音外合 那这些人呢 必须要找出来 这些人必须要防着 这些人必须要监控 那他这样 监控 对那这样的用词 其实基本上监控怎么监控 像水门案一样窃听吗 或者是说 你有这个电子追踪器 每个手机都做定位吗 最近才在讲说 王毅传他到底是乱讲 是吹牛还是真的有用 他不就证实王毅传讲 是真的吗 所以现在这东西 很敏感的时候 这个沈伯朗这样讲 就会被质疑 那我没有什么怒批他 因为反正我要讲 我觉得 如果台湾真有第五重队 或许真有 我觉得是应该要防的 不得不防 只是你要精确精准打击 可是为什么把这个东西 连接到陆配上面去呢 他并没有讲 特别的谁一定是 可是他举了很多 比如说 他说常常去大陆的 或者是人在台湾 那先生在大陆 或是人在台湾 妻女在大陆 还有来台湾的这些 外企的配偶 宗教 还有黑道团体 他指的是这些 所以你如果在台湾 你有配偶 你有亲人在中国 你就要是被监控对象了吗 我现在没有办法 做细节评论 因为到底怎么做 他也还没跟大家讲 第二个 如果台湾的所有陆配 陆配在大陆 有没有清楚 当然有 所以他爸妈 如果在山东 我岳父也是山东人 那他就要被监控 那是他有三十几万的陆配 这不对 我觉得这样不行 所以如果他的方式 是真的去监控 这不行 第二个 不是我觉得 你真的觉得有这个 你有种 两岸不能通婚 你有种 不准他们来 那不是一了百了吗 你哪有说 就让人家来 那我开始我要监控你 你不是逼人造反吗 黑熊学院长期 都是一直在注意 就是谁是在台湾的 潜伏的高危险分子 真的假的 对 他认为这些人 可能会破坏 他一直都这样 当失败 不是 不是失败 他的黑熊学院 是要防止这些人 在台湾搞破坏 但是问题是 这个做法很重要 以前国民党搞的细胞 以前国民党搞的料杯 也是怕你搞破坏 逻辑跟做法一模一样 所以我就说 现在目前的 这个第五众队 要有一个特别的中心 因为他说 他成立一个中心 监控第五众队 你成立一个中心 他的位置是什么 我根本怀疑 他们家的家族 是警种出来的 所以对这套这么了解 不是 那个警种血统 才没想这种东西 你知道吗 所以宝贞 你现在讲的就是 部分台湾民众觉得说 你是想要监控人民 这个我觉得心不通的 但是他的出发点 是希望能够 不要有台湾有潜伏分子